今早邮政公司总部格外忙碌 从清晨六点就排起人龙 准备抢购狗年限量首日风和邮票 今年的主题是功能犬 分别有协助警员的德国牧羊犬 边境巡逻牧羊犬 以及导盲的黄金猎犬 强调功能犬的功能和贡献 价格从最低一张邮票60仙 到文件夹套装58令吉时仙 任君选择 其实今年诸多商场和商家 为了避免引起种族敏感 自行决定不采用狗而图样 因此邮政公司这次的设计 虽然有点取巧 但也相对开明 其实是有 他们也是有点PG的 其实他们是 这个也是有PG一点的 其实他们比较开明一点 我觉得会 所以他们都有换个狗的 都OK的 只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呈现 就用那些 狗 做工的狗来帮忙 不是说那种QQ的狗 其实不以为了 因为狗是一个很有用的动物 其实我们马来同胞 也是会接受 现在他们出这个事 工作的狗 并不是可爱的狗 所以是很有卖头的 大致上 马来人 印度人 或者是华人 都是接受 因为这是职业狗 并不是家里的宠物 所以 很好的题材 但如果邮政公司明年推出 有猪图样的生肖邮票 穆斯林极有爱好者 又会不会介意呢 狗年首日风设计师 林桂阳表示 每年的生肖主题和方向 其实都是由邮政公司制定 今年也不例外 也不会干预它的设计 因此 它透过收集资料 和访问飼养狗制的 政府部门 制定设计概念和绘图 八度空间 张一慧 吉隆坡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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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